大家好,我是王凯,今天是玩的游戏回门,之前玩了他的续作过音,冲着路遥回来看看是怎样的世界观,开屏是小孩在外边玩,那边老管家找过来了,让小少爷早回家,小少爷这边说,爹娘又早早叫我回家了,天黑的我都看不见你了,还早呢,孩子也是聪明,躲框里了,这一躲框里不要紧,外面甚气袭来呀,就可以理解成充满鬼怪的一个空间呢,残破不堪, 满天飘着纸墙,孩子真害怕了,往家的方向走呗,路过一个棺材,旁边瞧瞧房梁上有东西,拿棍去捅,掉下来一个香囊,这会儿有打来的方向,过来一大高个儿,别看个儿高,那舌头也长,追这个孩子啊,一路往家跑吧,围墙底下有个洞钻进去,感觉怎么这么热呀,哦,家里烧起来了,这个孩子不知道是谁啊,开始游戏正式内容,主人公叫乔元, 离家五年,今日海外归来,回到老家遗川,这也是大户人家呀,家下人都打招呼,父母在正堂坐着,不是主要角色吧,连例会都不称,乔元打了个招呼,奔后院,院里是自己的姐姐,姐弟关系还不错,乔元给带回来点小礼物,里头还有一份是妹妹乔荣的,乔荣是谁啊, 剧作里打扮着跟新娘子要陪葬的那个就是,他妹妹跟他家人有个小区别啊,那他妹妹是三围的,问乔荣哪儿去了,姐姐说乔荣生病住院了,那可得看看去啊,主要是家里没什么可探索的,画面一转,来到当地的圣阴医院,多远的道啊,天都黑了,进去问护士,护士说没有叫乔荣的病人呢, 另一个护士说,医院晚上不能留人,快走,乔元安心说我不能白来一趟啊,自己找吧,刚进病房,啪哒,停电了,这医院停电是真黑啊,只瞧见看护士有灯光,过去一看,桌子上拿到一枚油灯,旁边一本日记,半张照片还有雪,说没好事儿,带身上吧,这日记里记载着一些其他的玩意儿,说女性因为难产而死,会变成馋鬼,因为心中的执念和怨恨会害人, 这鬼有个弱点就是怕光,封建迷信呐,乔元安出了病房,一双脚贴着面门就下来了,紧接着一声惨叫,哎呦,还真有鬼,乔元安拎着煤油灯往右跑,鬼就在后头追,楼到尽头有一盏泛着蓝光的蜡烛,把鬼吓退了,哎呦,那日记里写的一点都对,乔元安躲进楼到尽头的房间,吓坏了啊,自言自语,刚才那是什么呀,只听见有人说,一个可怜的亡魂吧, 乔元安一愣,医院里还有活人啊,走上近前,这位长得好看,叫陆瑶,当然这个乔元安不认识,过阴里一桩见过,干的工作呢,是医生,但本身是手接人,就负责打理这些鬼神里奇奇怪怪的事儿,他对乔元安说,拿着这盏灯笨大门,抓紧走,乔元安说,不行啊,我是来找我妹妹的,找不着我妹妹,我不走,陆瑶说,鬼神会吞噬活人气息, 如若我未曾见过,那他便已经不是活人了,告诉乔元安,走投无路的时候,可以来我这疗伤,乔元安说,同样的险境,我不可能让自己再遇上第二次,那走吧,之后来了无数次啊,走廊里有报纸,刊登瘟疫爆发,很惨重啊,倒是有药质,百合麻黄丸,每瓶两毛五,还有一本秋子心经, 求来的福祉泡黄酒里,祠堂焚香之后,一半泡澡,一半喝,老魔正了,又发现一小儿鬼的介绍,腰折的幼儿变的,喜好烛光,一个馋鬼,一个小儿鬼,现在开灯不是,不开灯也不是了,监护室里有个茶盘呢,上面一个鹿的茶宠,茶宠各位都知道啊,比如说妙挖种子, 乔玉安拿着煤油灯走在走廊里,身后黑不溜秋衣小矮个过来了,糠吃几口,乔玉安有点糟不住了,小儿鬼,忘关灯了呀,茶水间弄了一碗茶水啊,回来往路上一浇,获得一把钥匙,值班室里有个酒坛子,把这符纸往酒坛子里一扔,酒坛子炸开了,里头是做活的一套针线包,乔玉安被三番两次的吓唬,有点想上厕所了,苍蝇嗡嗡的啊,没成想, 坑里有一个女孩形象的娃娃,一摸肚子里头好像有东西,给放到手术台上,用针线包里的剪刀剪开喽,这娃娃很痛苦啊,脸都裂开了,里头取出来一枚银元,苍蝇也跟着过来了,这太心疼人了,银元放到显微镜下,就这么一瞧吧,瞧见一头上插着银针的胎儿,啪的一下,目镜碎了,得到一齿轮,齿轮放到停摆的坐钟里,坐钟恢复工作了,按照大夫出诊的时间, 调表,医院在阴间的范围内又小有变化,镜子里俩护士聊天,呀哦,陆医生的儿子又给人看胎了,另一个说,乔老爷中年得子,真是好福气啊,乔远安一听,乔老爷,这个镇子上能称老爷的姓乔的,就是我爹了,中年得子,莫非说的就是我,这是我刚出生的那段时间呢,另一边镜子撤出来两家人来,说没用的东西,又是一个女儿,懂了啊,那时候, 重男轻女啊,跟自己同时出生的另外两家都生的女儿,病床边上有备忘录,记着这几位备孕产妇的日常作息,三床江秦氏,江是他爷们的姓啊,秦氏这个妇女自己的姓,二床连逢侍,身容更,推拿身骨啊,这都是有钱人呢,一床乔容氏,苏密查点,这一床是自己母亲呢,再翻到三床,顶上什么狐狸精啊,虎狼之词什么的, 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,箱子里是姚护士的情书,写给老陆医生的,表达了自己对老陆医生的仰慕,理解老陆医生与他的妹妹在父母之眉下结婚的事,又安慰老陆医生,切勿为流言所扰,恶语所伤,这位姚护士人品不错,心里能看出来老陆医生当时有点糟心事在身上, 还有一篇记者首记说,无良医院,疫情中向患者出售高价药品,民众不堪重负,灾祸横生,纷纷指责医院,老陆医生的糟心事出现了,把座中调到另一位医生的出诊时间,又来一投诉信,说医院的护士常谈鬼事儿,太平间女尸无故消失,夜里传出女子与小儿啼哭之声,更有人说看见当年自已而亡的老陆医生,医院怪事儿习以为常了, 怎么老陆医生也自杀了,乔宇安走出病房,乔宇安走廊里小姑娘一闪而过,乔宇安追到陆瑶的办公室,也没找到孩子,就问陆瑶瞧见了吗,陆瑶说,连家那个孩子吗,我会送他回去的,乔宇安问是白鹿像连家那个孩子吗,陆瑶说是,但也不是,这句话耐人寻味,在医院里又看见报纸了,说连家的爷们之前有一儿子,但天生弱智,再要一个吧, 没想到是女孩很生气,偷偷的把孩子淹死在厕所里了,又想到妻子醒来无法交代,想偷临床的女儿,那就是江秦氏的了,之后摇护士的留言,说江秦氏产后体虚又丧爱女,终日郁郁,那说明连家老爷们得手了,不多久之后,新闻出来了,说江秦氏母女哄死,护士引咎辞职,事情发展有点魔幻,小宇安一拍脑门, 这事我得好好想想,最开始,疫情是虐,医院哄抬药价惹众怒,同一时间,陆医生的儿子有分辨胎儿男女的能力,以此牟利给人看胎,连逢是生下一女,让姓连的厕所淹死了,之后心生畏惧,去江家买了刚出生的女婴,江家就说,孩子夭折,把责任推给医院,大骂陆医生, 拥一害人,一尸两命,把陆医生卷到风口浪尖,姚护士爱慕陆医生,甘愿一起承担责任,散财去灾,然而舆论没停,民众骂姚护士是狐狸精,连带陆医生一起卷,药品涨价的事也算在他们头上,于是陆医生上吊自杀,以正清白,这就是第一章的内容,乔玉安不是来找他妹妹的吗? 就忙活人家的事了,那么这条视频就到这里,我是王凯,我们下条视频见